一般人认为有工作保劳保没工作保国保 也就是国民年金 这本来是政府对弱势保障 但卓人表示原本家境就十分贫困 根本没办法按时缴费 原本是低收现在转为中低 低收就不用钱 转中低的话就好像要一半吧 像我们这样的时候也都没有 没有说补助什么什么 我们缴这些钱 根据原民会资料显示 54万原住民族人就有12万需要加入国民年金 但只有3万人缴费纳保仅占四分之一 原本是弱势家庭才需要纳入国保 但家庭经济恶性循环下更难缴出保费 所以通常会纳入国保的相形之下 通常在社会上面可能就是稍微比较弱势的 应该要参加这个保险的约12万人 但是实际上有纳保的 也就是有持续缴费的大概只有3万人 所以实际上我们的纳保率只有四分之一 国保针对未参加劳农军工教保险 25岁以上未满65岁的国民 服务私人一下公司会领取退休金的劳工 给予老年神行障碍及已属年金给付 原民会提到由于不是强制性 只能透过家福中心建议民众纳保 各个地区的这个原住民家庭服务中心 那么他们是第一线接触我们的族人的 那我们透过家福中心的同伦们 尽量给我们的族人宣导说 尽量纳保 因为这个是族人他不需要自己考虑 因为这不是强制的 他不需要自己考虑 他有缴保费 那未来等到他在退休的年纪的时候 他可以领到国民年金 国民年金缴费率低已经持续一段时间 投保预验低最主要还是没钱缴保费 国保性质不是强制缴费 原民会表示无法补助 但还是建议有能力的族人家保 才会有保障 记者Nav.gill新百事新庄采访报导